朋友们,你们好吗?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端午节 Dragon Boat Festival 那么端午节是什么时候? 您好,您知道端午节是什么时候吗? 端午节是英丽的五月初五 在中国,我们用英丽和阳丽 英丽,Lunar Calendar 阳丽,Solent Calendar 端午节是英丽的五月初五 也就是五月五号 今年的端午节是阳丽的六月二十号 那么端午节,人们休息吗? 小朋友,端午节你们休息吗? 休息 休息几天? 三天 星期几到星期几年? 星期七六到星期一 今年的端午节是一个星期六 人们会在星期六、星期天和星期一 休息三天 因为现在中国非常重视传统文化 traditional culture 所以除了周末 我们还要休息一天 那么端午节人们做什么? 您好,端午节您做什么? 端午节啊,端午节就吃粽子,看龙舟呗 在端午节 人们会吃粽子 这就是粽子 粽子里面有什么? 如果你学过汉字 可以看到 粽的左边是米 所以粽子里一定有米 所以粽子里一定有米 粽子里只有米吗? 不,里面常常有枣 枣是一种水果 在英语 在英语我们说 Chinese state 听说 在很多国家没有枣 所以如果你来中国 应该尝尝很甜的 现在也有很多新的粽子 里面可能不是枣 里面可能不是枣 是肉、鸡蛋或者别的东西 我们知道端午节的英文是 Dragon Boat Festival Dragon Boat 汉语是什么? Boat 我们说船 但是Dragon Boat 是龙舟 舟就是船 在有河有湖的地方 我们常常有龙舟比赛 看看谁的龙舟最快 为什么我们有端午节? 为什么端午节要吃粽子 滑龙舟? 在两千多年以前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诗人 叫屈原 那时候 中国不是一个国家 是很多小的国家 屈原的国家有很多问题 屈原非常担心 就跟国王说了很多建议 可是国王没有听他的建议 还让他去很远的地方 屈原非常伤心 在阴历的五月初五 跳进了一条河里 人们知道这件事以后 很难过 滑着船在河里找屈原 可是没有找到 他们不希望河里的鱼吃屈原 所以准备米饭和别的东西 扔到河里 希望鱼吃米不要吃屈原 现在你明白了吗? 好了 今天我们介绍了中国的端午节 希望你学习了一些新的词语 我们来试试一下吧 我们来试试一下吧 在故事里 人们划船做什么? 谢谢大家